推销A把立委言清标不仅是自愿当代言人 还真的挺身而出 邀请了不少中部传统产业的代表到场 而他以自己的妈祖经验 在大甲正南宫前开讲 甚至呢他还请来了陆委会主委赖信源 帮忙助讲 我们政府的委会的企业政策 一案二分三案 做好我们的生活者 问是人的感谢 推销A把就连布袋系也要来帮忙 当然身为最佳代言人的立委言清标 更要亲自现身说法 我真是最佳代言人 不仅比出手势 还要以自己的妈祖经验 来讲解ECFA绝对不是出卖台湾 自己讲还不够 严清标还请来了超级助讲员来帮忙 也就是陆委会主委赖信源 做农的研究